娘 你说什么 你和那大圣国的质子搅合在一起了 刺儿 你糊涂啊 白家这么多年来为你铺路 为的不就是想要让你进宫为妃吗 你忘了母亲嘱咐你的话了吗 白家要争的是天玺国的后卫啊 你怎么会和那个质子有什么呢 娘 他不是质子了 他已经是大圣国的皇帝了 不妥 我白家几代重臣 如今也是位及人臣 若是刺儿嫁去大圣国 白家在天玺国将永远不可能得到重用 称为皇上的心腹 甚至天玺国还会防范我白家 这对我白家来说是不划算的一笔买卖啊 若是有一天天玺和大圣开战 我白家该如何自处啊 祖父 孙女在天玺国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了 难道你老人家就希望看我嫁入一个普通人家吗 从小你们为了培养我耗费了多少时间心力 如今是都要放弃了吗 哎呦 怎么就说是放弃了 太子如今还没登基 咱们白家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即便是现在 此而你也是有希望成为太子侧妃的 母亲 父亲 祖父 你们别做梦了 和怜一辰的眼里心里就只有南宫黎月那个小贱人 我就算是送上门去 他都不会多看我一眼的 从小我就听你们的话 当初大皇子被立为太子 我便去亲近大皇子 大皇子被废了之后 皇上又立了六皇子为太子 按照你们说的 我也去亲近了六皇子 甚至也得到了六皇子的许诺 将来后宫之中 定然会有我一席之地 好